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D为什么我们说就是以色列不独立了 因为括号里给大家描述了嘛 说这个是流亡逃亡 犹太人的流亡逃亡 在什么时候 在以色列被征服之后 那conquest of Israel 我说这个部分呢 它其实对立的是不是就应该是sovereign state呀 因为你都已经开始流亡了 都被征服了嘛 那肯定就已经丧失了自己的主权了 所以wow 这个low前面的部分 它主要描述的就应该是 尽管呢 就是以色列作为独立国家 和它作为一个非独立国家的时候 它的犹太法之间是有个明显的断层的 接下来大家再看 动画后面是不是应该是主剧的这五行了 那它会描述什么 还是要说 其实它俩之间是没有断层的 就你预判的话 至少应该给出这样一个结论 那读的过程里 你可能会把这个结论 把它调得更加精确一些 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 有了这样的预判 这个读起来心里就不会有太大压力 是不是就在说他们没有no break呢 说的spirit的宗旨 后面又是借此结构 法律事物的宗旨 在哪儿 这又给了个借此结构 在后面的部分 后面的部分 后面又出现个off借此结构 就是旧约的后面部分的 法律事物的宗旨 非常接近于那个东西 这个that指代的 是不是还是一个spirit 就是我在旧约里面的 一些法律事物的宗旨 和那个宗旨是接近的 我说这个very close to 它其实对应的 就应该是我们这里的break 这其实就是可以当填空来做 就这个break是说 它俩之间有断层 而very close to 就表示它俩之间是非常类似的 所以你看这句 我说三秒版本 就后面都不用读 就应该知道了 尽管这两个时期 是有明显的断层的 但他们在法律宗旨方面 是非常接近的 那非常接近的 不就是说没有断层呢 好 那我们看一看 这个very close to 后面的that的内容 这个that指代的spirit 后面再次出现off 借次结构 后置定义修饰 它说呢 旧约的后半部分的 法律事情的宗旨和t 这个东西里面的 一些法律宗旨 是非常接近的 而这个t突然冒出来 会让大家觉得很陌生 于是呢 他会在断层后面 再一次给大家解释 什么是t 他说这个t啊 就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法典 这个法典呢 是犹太法的法典 而这个犹太法是在 大逃亡时期的犹太法的 一个非常主要的法典 那这样我们就能对应上了 这个t它对应的 是不是应该是 我们从具里面 the conquest of Israel 就这个时期 它使用的法律啊 然后再接下 我们的old testament 这个旧约 它对应的是不是应该是 古以色列 就当它作为主权国家的时候 它所使用的法律啊 那这样他想说的是 你看它不同时期呢 虽然是有断层的 但这两个时期 他们使用的法律之间呢 在宗旨上呢 还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这句的三表版本 就是这样了啊 就是你独立和不独立的时候 确实是有断层 但是法律事件的话 并没有这样一个断层 他们非常非常的接近 这种类似级别的句子 在这篇长文章里面 非常的丰富 我很建议大家 是在后期的时候 把这篇文章拿出来看一看 初期如果要看呢 就像我们这样 挑出一两句话 做一下长篮句训练 这个能把它看明白 我觉得就已经非常非常好了啊 一开始挑战这么难的 这个可能会挫败情绪比较强啊 所以在阅读方面 咱们循序渐进嘛 咱们现在就是从基础的句子上 带大家做这个训练了 好 这是我们这一句话啊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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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句话啊